Lalalala 嗨 大家好 我是KEEKEE 今天我要试吃新加坡杯面和零食 原因是因为我第一次叫我买回来 给他试找看到底既有些特别的东西可以是吃 他就找了辣椒螃蟹杯面 这个 还有第二个就是鲜蛋鱼皮 还有鲜蛋薯片 这个其实在新加坡 好像是刚开始才出名的 因为它一出了过后 真的是超多人去排队去买 所以 可是我没有去排队了 我就在7-11买罢了 一个是鱼皮 一个是薯片 OK 我们就开始试试吧 我吃的是这个杯面 里面 里面 好像 不是没有蟋肉的 里面的 现在看到是有 这个是 蟋柳 这个应该是什么 叫什么 我也不懂叫什么 软软的东西 它汤的颜色 有点像咖喱 可是味道都不懂 我可以讲 不是我喜欢吃的味道 来 换你试 很好吃 很好吃啊 我觉得 它面是好吃 比起我们马来西亚是好吃一点的 你确定 它比较Q哦 没有我还是喜欢吃马来西亚 泡酒它就不会很难吃 还可以吃 如果马来西亚泡酒 就很难吃 它这面OK 它这面很像那种 鱼的版面的感觉 我们试试完了 过后的评价叻 我还是会比较接受 马来西亚的杯面 多过新加坡的这个 你也 你会比较喜欢这个 面我是喜欢这个 可是糖 我不喜欢这个 这个完全就 没有辣椒螃蟹的味道 没有辣椒螃蟹的味道 被骗了你 对 现在我们来吃零食了 这个是 惊讶拍的 鱼皮 鱼皮 点开就是让它开啦 过后它有两种 一个是鱼皮 一个是鱼皮 一个鱼皮 鱼皮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试试 可是它是新加坡 出的 所以就试试看 到底好不好吃 有一个牌子呢 它是黑黄色的 那个就要排队买 所以我也不打算排队去买啦 因为零食零级才去买的 所以我就在7-11找到 这个 惊讶 的牌子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好不好吃吧 如果注意了 他们讲要摇了才吃 才会比较 那个味道比较均匀 那个鱼皮 鱼皮 鱼 摇了吧 对啦 对啦 很清楚了 味道香 很香 那个Santa味 这个很香 这是这样 一片 很错是吧 很脆耶 好吃哦 这个好吃 这个可以买来吃 嗯 价钱好像是7.3新币啊 如果你不算兑换率的话 是ok啦 因为它是鱼皮嘛 它真的是很脆 而且咬下去你还听到 那种卡卡卡的声音 这个好吃 而且味道也很香 好吃啊 我们试了鱼皮 跟我们再试薯片的 咬 咬了再开 这个就是薯片 这个就是薯片 里面有辣椒叶 咬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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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咬喱叶 可是吼 我发现到哦 它很薄 而且很小片而已 一咬下去就蒙掉了 反正咬不到东西这样 你觉得鱼皮好菜是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不要酒啊 一口一口就融掉了 咬喱叶 不过讲真的啊 它不会像骗人 他讲咸蛋 可是没有鲜蛋味 这个真的是有鲜蛋味 如果你们真的要买的话 可以买来试试看咯 这个 OK 今天我们试吃 新加坡的东西已经完了 原因呢 是因为 这位大哥 想我在新加坡 买一点 特别一点的 新加坡 signature 的东西 给他吃 所以我们就试了 过后我们比较 推荐的啦 我个人比较推荐 是鲜蛋鱼皮 鱼皮 两个人都有两个好吃啦 杯麵好吃吗 你对杯麵很高期望的 杯麵可以啦 亲粉接收到咯 今天的试吃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你也让我知道 你们有吃过新加坡 比较特别的东西 也要推荐给我啦 到时候我就可以买来再试吃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记得给我个like 还有subscribe我的影片 拜拜 拜拜